双游湾因为两湾明月形的海滩对称性分布 在最近几年已经崛起成为惠州知名度最高的网红打卡旅游景点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湾海湾居住游玩的主要特点 以及如何避免踩坑 首先我们看到左边的海湾就是大亚湾的方向 然后右边的海湾叫做红海湾 后边我们就各自看一下两边游玩体验的特点 首先是左边这边 这边如果来居住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居住区域就是万科双游湾的楼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楼盘 一共分三期开发 里边有许多家的酒店公寓 这边的海滩特点就是沙滩比较软 不过沙滩是有一定含泥量的 其实这里的水质并不差 不过随着海浪拍的岸边会导致在岸边看这里的海水 显得有些脏 但是如果光着脚在这里的海边走一走 会蛮舒服的 另外这边的海边游乐设施比较多 不论是飞鱼式的快艇还是拖闪 都是比较好玩又刺激的项目 另外一点 因为这边超西面 这边也是看日落的好地点 西洋西下时 这里的景色还是蛮好看的 在西海湾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叫情人堤 是一条长长的深向海里的栈道 也算是在网络上比较知名的打卡堤之一 空中航拍一下会效果很棒 当然如果就是喜欢来这里走走 吹吹海风也是不错的 如果对海水水日以及住宿要求比较高 那么东海湾 也就是红海湾这边就更合适了 这边有不少家五星级酒店 选择面会更多一些 其中包括想海系列的多家五星级酒店 包括想海军庭酒店 想海亚头酒店等 这是一个系列型的五星级酒店 酒店的价格相对比较亲民 属于新开业的系列酒店 这个酒店从外观看上去还是相当漂亮的 然后旁边还有弹乐都喜天丽度假酒店 这个酒店的特点就是游泳池建的比较漂亮 不管是高空的泳池还是地面的泳池 都做的非常有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双越湾 弹乐豪森温泉度假酒店 这也是开业最早的一家酒店 知名度也蛮高 整体来讲这边的五星级酒店数量比较多 因为共享同一面的海滩 整体的游玩体验其实区别并不大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五一长假来的话 因为人比较多 可能办理入住吃早餐都需要排队 对酒店要求比较高的可能要降低一下心理预期 跟西海湾相比这边主要靠的是外海 如果是风大的天气 建议谨慎一下海游泳 另外一点这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这边的沙滩质量 码好 沙滩是纯粹的沙子没有泥 海水就显得清澈很多 不过这边的沙子非常粗 如果光着脚走的话会挺搁脚的 除非你对自己的足底受力有很高的自信 不然还是建议穿上拖鞋在这里的沙滩上行走 如果住在东海湾这边追求性价比的话 这边也有类似万科双与湾那样的酒店公寓式的楼盘 就是洪海湾的17和27 里边也有许多家的酒店公寓 相对旁边的五星级酒店来讲是性价比相对高的选择 不论是东海湾还是西海湾 在酒店公寓的楼下以及旁边的民房区域都有很多的吃饭的地方 各种菜系基本都有 当然主打的还是海鲜类的 建议大家多看美食网站上的点评 选择评分比较高 差评少的基本就不会错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三家吃饭的地方 基本都位于中间的港口镇 一个是双月饭店在港口镇的两家分店 还有一个是茶餐厅 名字叫新招季 我自己吃过之后还是相当满意的 不过这三家如果是假期期间 基本上肯定是要排队的 建议要么早点来 要么晚点来 最后说一下观景体验 来双月湾当然主要就是感受大海的 如果想看视频开头的这个角度 最好的地点就是位于海归湾高处的观景台 是观看双月奇观的最好景点 海归湾这里也是国家级保护区 可以参观海归养殖基地 以及海渊有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站道 走一走都蛮舒服的 整体来讲 双月湾的自然景色还是相当优美的 尤其是这个地理器官 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比较少见的 这也是这里知名度越来越高 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游玩的一个关键因素 最后说一下关于双月湾的最大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为什么这里的旅游口碑会两极分化 一个原因是双月期观主要是远观之美 如果实际过来身处其中的话 可能感觉跟普通的海边并没有太大区别 另外节假日这里的道路交通都是相对比较拥堵的 有电以及吃饭确实有一些涨价和宰客现象 但是如果选择错峰出行的话 这里的游玩体验就会好很多 来这里游玩的一个最大的攻略 那就是最好是错峰出行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都能看到这儿了 那就帮忙点个赞吧 欢迎转发评论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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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